妈妈你们好 母亲节快乐 谢谢 立法人蔡慎应与立法人参选人张炳君 及市议员陈怡陈君佐共同发放康乃馨 受到婆婆妈妈的热烈欢迎 母亲节前夕 蔡慎应特别选择在人潮众多的信义市场 送上千朵康乃馨 预祝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蔡慎应也细数在立委任内推动多项政策 就是为了减轻妈妈们照料家庭的负担 过去大家都希望母亲妈妈们能够有更多 不论在家庭或者在工作上有更好的帮助 所以过去这几年我们在立法院 也通过了子女的生育津贴 从一胎五千两胎六千三胎七天 或者是零到二岁国家帮你一起养等等的很多政策 就是希望让所有的父母 所有的妈妈们对于未来能够感觉到更放心更安心 5月12号这一天同时也是国际护理师节 蔡慎应强调除了推动将护病笔纳入医院评件 她也会继续争取在基隆的医疗院所 实施住院整合照护示范计划 希望有效减轻这群白衣天使的工作压力 今天的日子很特别 今天除了是母亲节前夕之外 那另外在今天也是国际护理师节 所以慎应这边也特别跟所有的护理师好朋友们 跟他们说真的谢谢辛苦了 那过去这几年来我们推动医护病笔的改变 事实上就是希望打造更好的医疗工作环境 那这个部分回去努力 也让我们全国的护理师有一个安心安定的工作环境 除了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 蔡世英也预告大家期待已久的基隆市信赖台湾之友会 将在母亲节当天正式成立 欢迎四名朋友一起来帮赖清德加油 5月14号我们的信赖台湾之友会 下午在基隆要成立 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 来为台湾未来的继续坚守台湾价值 未来的台湾继续来努力 母亲节快乐 记者张启腾基隆报导